剛剛做的時候會有不慣 不慣不是在於形不形象 不慣是在於我真的不懂得做的工作 也是一個全新的工作環境 需要適應 我覺得人在不同的時候 不同的場合都是不同的角色 這是無謂太多時間去習慣 馬上就要習慣 人就是這樣 在我的學生面前我是老師 在我兒子面前我是爸爸 在我的支持者面前我是偶像 在舞台上表演我是歌手 在地盤做我就是地盤的公友 我是一個搭架佬 不可以將自己的身份吊亂 其實所有的難受是來自於自己的身份吊亂 不是外邊的目光 所以我沒有經過太多的心理評估 因為疫情完結開關的時候 我教唱歌的那個工作 其實原本大概每個月八至十萬元收入 都足夠在家裡使用 一下子就跌到只有兩萬元 就算有積蓄 我那一刻也會很害怕 我就去找一些 和幕前演出和音樂不相關的領域 看看有甚麼我可以去做到 有甚麼我認識別人 就接觸了搭架 其實起初也不是做地盤 起初是做一些 譬如亞洲博覽館 他東大堂之前要翻身 翻身工人要上去 我是做金屬棚架 我就要搭工作台 讓那些人上到頂 包括去做地盤 或者做一些不同領域的工作 其實我也覺得是一個神約安排 我覺得人生舞台不只得一個 不一定是這樣才行 也不一定是要唱歌 很多人喜歡才叫做遊盈 我人生可以有其他遊盈的事 亦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渠道 去賺錢和維持生活 我沒有真正確診過自己 是否有情緒病 但是我每一次去看 因為我有懷疑 但是當我每一次尋求協助的時候 找醫生看的時候 剛好又沒有夾到一個大家對的時間 所以真的從來都沒有確認過 究竟我是否有過程水病 但是每一次看不同的影片 或者看電視節目也好 一說有什麼抑鬱、驚恐症、病症 我也是會有的 所以我突然會很害怕 會紮醒 看到高的地方會想跳下去 各位觀眾 雖然我很多時候都很輕跳 但是說到這裡 又不是輕跳 就是一個趣旻 我有一個工友 有一天下班 我們去吃豪弟大雞扒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最近我來家多好 最近形象正面了很多 他在吃一塊雞扒 那塊很生氣 你的朋友比較可憐 不斷幫你做助攻 你也是上進的 我自己 再去見其他朋友 都是在說 其實 我真的再一次說 我入行二十幾年 就算在我所謂叫做 人家看最紅的時候 都沒有在這個月裡那麼多支持 我昨晚看回我的十二月一號貼文 這一個月裡 大家對於我的支持 支持和正面的看法 是我前所未有的 我真的很感謝 好像在做夢一樣 但是有兩件事 一 我覺得很好笑的 就是 不是把自衡做得那麼差 也不會顯得我那麼好 其實我只不過是 其實說真的 你試試早上六點 六點鐘去地鐵 有很多男人做我同樣的事 有很多男人跟我一樣那麼辛苦 或者比我更辛苦 都是為了家 全部都是這樣的 有什麼特別 我覺得特別就特別在 就是多謝你 兄弟 就是多謝你的助攻 但是如果你問我真正的內心 別人稱讚我是開心的 但是別人罵Steven 我是會心痛的